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心 六年前的今天 我刚生完老二 还在哺乳期 孩子菩萨心肠 慈眉善目的奶奶对我说 女人呢 还是要靠自己 靠谁都没用 那时候我一边抱娃一边搬砖 她在我家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我洗脑 六年后的今天 她躺在病床上 闺女儿子一个眉来 应该快成她前儿席的 我又把这句话还给了她 您说得对 女人呢 还是要靠自己 靠谁都没用 我刚说完 医院大门都没出 电话就打来了 你有病啊 我妈都这样了你还那么说 你什么意思 阿妮 我妈说得没错 你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我倒了八辈子眉 怎么找了你 我连回都没回一句 直接挂断 经过九年的修炼 我早已变得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楚乱不惊 云淡风轻 明明她妈生病住院 兄妹三个都说走不开 还得我这个被她们嫌弃的家庭主妇跑上跑下 最后挨骂的还是我 你干嘛挂我电话 开心 你赶紧给我妈道歉 你到底想干嘛 你不想过了是吧 四条信息 三条质问 放在以前 我估计至少会回几句骂她 可现在我觉得 就连骂她 都是在浪费感情 我叫开心 可结婚 这些年来我并不开心 尤其刚生完老二那几年 简直人间炼狱模式 我跟她儿子完完全全裸婚 她不但不觉得我懂事 是个好姑娘 反倒一脸不屑 我们那没有彩礼一说 并且有弟女 很难嫁出去 就是嫁 也要陪送很多嫁妆 吃饭时 我公公随便挑个座位坐下 她赶紧用眼神示意我公公 让她坐在正中央的位置 看着还没坐下的我 用教育的口吻说道 男人是天 就得供着 女人是地 没有天 哪有地 吃完饭 我让她儿子收拾碗筷 她赶紧制止 冲着还在外面喂奶的我大吼 大男人 进什么厨房 跟个娘们似的 让你老婆来 可我随便问了下跟她同乡的同学 发现彩礼的事根本不是她说的那样 她之所以这么说 原来只是为了针对我这个有地女 我更了解到她闺女结婚时 她嫌弃妹夫家给的彩礼少 结婚前一周临时要求增加彩礼 否则不让闺女出嫁 她闺女也是有嫡女 并且没有赔送一分钱的嫁妆 还有 她所谓的男人是天要供着进不得厨房的那套理论 更是为我私人定制 我家小姑子跟她老公生气 半夜给她打电话 被隔壁屋的我听得一清二楚 只见她对着电话那头的妹夫上来就是破口大骂 接着大声说道 女人才是一个家的风水 不让女人好过 这个家谁都别想好过 在我们家都是她爸做饭收拾 我从来没进过厨房 我闺女更不能进厨房 后来回老家 我帮着她爸简单摘菜 小姑子走上来 一脸吃惊 嫂子你好厉害 居然还会这些 老二媳妇也凑上来 一脸好奇地问她 老公 这是什么菜 我怎么不认识老二 半开玩笑半说道 你都是吃现成的 不认识很正常 我公公熟练捣吃着各种饭菜 我婆婆坐在沙发上吃水果看电视 吃饭时 小姑子一屁股坐在正中间的位置 别人还没动筷子 她先夹菜吃了起来 我公公饺子现弄得有点咸了 还被我婆婆骂半天 我公公听了 只是乐呵呵地说着 下次注意 吃完饭 小姑子老二媳妇 抬起蹄壶 直接走人 我公公跟老二熟练地收拾着残羹冷制 锅碗瓢盆 妹夫在外面带小孩玩 饭都没顾上吃 小姑子吃完饭一直玩手机 原来在他们家 从来都是男人在做饭收拾 原来在他们家女人才是天 只是他们家的女人 根本就不包括我 从那刻起 她妈所有洗脑包在我这彻底宣告失败 于是 家庭矛盾一发不可收拾 每一个婚姻里的人都是在实实在在乘风破浪 她兄妹三人她排行老大 在他们家属于说一不二那种 发起火来 连她父母都骂她 发火的频率 完全看心情 我真的要继续吗 我们还能继续吗 老大八岁 老二六岁 如果离婚了 我能要到孩子的抚养权吗 我靠什么生活 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能不能找到工作 这些问题摆在我面前 与其说是一次次地提醒着我 倒不如说是在一次次地鞭吃着我 我回到家 这个我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或许很快就不是我的家了 我打开电脑 开始了我的兼职工作 自从她妈洗脑失败 我跟她大吵三天后 我完完全全变成了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不等于全职太太 虽然都不用上班 家庭主妇略等于老妈子 还是没有工资的那种 也是花一分钱 都得伸手跟别人要 然后把一分钱当扒绊子 花瓣窝囊的那种 全职太太略等于有钱人家的太太 可能没有工资 但从来不缺钱花 我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 于是几年来我一直默默提升自己 考过的证书一个又一个 虽然我不知道这些证书最终会给我带来什么 但至少让我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 除了考证 我还做了不少兼职 做兼职挣的钱 我让甲方直接打到了我妈卡上 当然 这是我自学一些法律知识后才想到的办法 虽不知最后是不是肯定受法律保护 至少比直接打自己卡上要好 平时他一回来 我要么假装在浏览某多某音 要么就是看无脑电视剧 我就是要让他觉得我不求上进 我废了 我就是要让他在某个合适的时机知道自己当初错得有多离谱 我就要看他啪啪打脸 看他今天白天的反应 我已经预料到今天晚上又会是一场恶战 虽然开战的只有他一个人 当然前提是如果他回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他总是找各种理由不回来 不是加班就是出差 要么就是陪客户 我只是家庭主妇 我脑子又没有进水 况且女人的第六感通常很准 他肯定出轨了 不过他今天既没出差 也没加班 更没有陪客户 而是进家就开始兴师问罪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牛逼 毕竟是从小镇走出来的做题家 可他忘了 我也是小镇走出来的做题家 只不过为了家庭 我才不得已做的家庭主妇 他没有感激 只有鄙视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 拿着手机的手 时不时地抬起 仿佛下一秒就要扔过来 你今天咋回事 老子供着你吃 供着你穿 你干什么了 你天天除了买东西刷视频 你还会点啥 别说孩子了 我都嫌丢人 他居然好意思说孩子 我只有一个底线 那就是孩子 他在朋友圈里付词子孝 一副好爸爸的人设 实际上满口乌言晦语 两面人做得顶呱呱 见我没有任何反应 他开始进卧室找我家老大 见他进屋继续写作业 一脸不耐烦 爸爸脾气太坏了 动不动就骂人 他歪着头 用另一只手指着闺女 声音自动提高到噪音的分贝 你别跟这个女人学 她不配当你妈 老大直接回了句 哼 你才不配当我爸 你说什么 你吃的 用的 喝的 哪个不是老子给的 这个家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子挣的 不让老子舒服 谁也别想舒服 你们谁在惹老子 谁滚蛋 他的咆哮体文学又开始了 我们娘仨都是寄生虫 他是我们的救世主 老天想让一个人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就让他狂吧 压抑吗 说不肯定是假的 不过现在不但我无所谓 就连孩子对于他的发疯也无所谓 毕竟不为别的 我也得为我的假状献 乳献着想 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是我在这场婚姻关系里学到的很重要的一刻 见我们无动于衷 他开始骂孩子 畜生 你真是犯贱 我供你吃供你穿 你说 我不配当你爸 骂孩子动了我的底线 我二话没说 直接一巴掌打到他左脸上 效果不错 五个手指印 瞬间清晰可见 他恼羞成怒 随手从桌子上 拿起一个水杯 就朝我砸来 你居然敢打我 我妈都没打过我 你居然敢打我 平时不爱吭声的老二见状直接在他背上咬了一口 哎呦 你这个小王八糕子 草船借鉴 借的就是你 老二没怕的 不知道在哪听了这么一句 这会恰如其分地用到了他跌着 你怎么那么能装 难道你是个塑料袋吗 老大接着又来了一句 你们接着是摔门而出的声音 刚刚的场景 直接把我拉回了六年前 六年前 我刚生完老二 还在哺乳期 孩子菩萨心肠 慈眉善目的奶奶对我说 女人哪 还是要靠自己 靠谁都没用 那时候 我一边抱娃一边搬砖 他妈月子里给我做的屈指可数的几顿饭 除了小米粥 还是小米粥 我想喝点肉汤 他妈说她信佛 不吃肉也不会做 我靠点外卖 过完了月子 后来 我看过年他爸发的朋友圈 他妈正在啃大骨头 啃得比谁都香 其实错误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就像一个恶性肿瘤 并不是说慢慢变成了恶性 而是从开始长的那一刻 就是恶性 我跟他相亲结婚 本身就没有多少感情基础 结婚时五块钱买的戒指 骗我家人 说是五万块的大钻戒 当然我是帮凶 因为我帮他一起骗的我家人 我们现在还没有房 我得攒钱买房戒指 以后等我们有钱了 我给你买个更大的 就是这句话让我成了帮凶 生完老大 我妈帮我带孩子 我居然没觉得生孩子会对工作造成什么障碍 只能说终究是我妈承担了一切 生老二时 家里老人生病 我妈回去照顾 她妈嫌老二闹腾 说她带老大 老大说不喜欢她 她就偷偷给老大吃糖 让老大看电视看个不停 老大晚上要跟我一起睡 她儿子跟她偏不让 说两个孩子一起睡影响她儿子休息 结果老大到现在都觉得我不喜欢她 不然 为什么总是带妹妹 每次跟她吵架 她妈做得最多的就是在旁边煽风点火 你问问老大跟你亲 还是跟我亲 这是我儿子的家 不是你的家 这是她妈跟我吵架时的原话 她儿子让我滚 那个场景 我能记一辈子 对于这一切 我居然能忍到现在 流的泪果然都是以前脑子进的水 我搂着俩孩子一边回忆一边哭 那一夜不知道最后怎么睡着的 第二天晚上刚做完饭 接到在KTV兼职的邻居电话 她欲言又止 开心 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我看出了她的顾虑 其实差不多猜出了大概 张杰有什么事您直说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可能是我的话起了作用 张姐 吞吞吐吐 我刚看见你老公了 带一年轻女的来的 俩人很亲密 搭着肩搂着腰那种 放下邻居的电话 我二话没说 把孩子们安顿好 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立刻朝KTV骑去 张姐看见我到了 松了一口气 他们还没走 我怕认出我了 没敢靠近 谢谢你张姐 我本想冲进去 撕了这对狗男女 可我迟疑了 按她以往的尿性 她完全可能反咬我一口 那样只会打草惊蛇 我在门口等着 不宜会出来一女的 穿着包囤短裙 浓装艳抹 脖子上还带着一个 看着价值不菲的链子 手里拿着一个粉色的骨驰包 张姐说刚才搂的就是她 我一看这女的不是别人 居然是她远房亲戚 当时还是她妈说要让她帮忙找工作才去他们公司上班的 真恶心 倒毁三观 不一会 她也出来了 我赶紧把头背过去 幸亏灯光比较昏暗 才没被发现 只见她一副舔狗的姿态 声音轻得跟太监似的 问那女的 宝贝给你买的链子喜欢吗 那女的边回答 边骚浪剑地用手摸着她的屁股 喜欢很喜欢 谢谢宝贝 NB 我给孩子买件衣服都说我浪费 说她同学给了很多都是别人穿过的那种 凭什么我的孩子只能穿别人穿过的衣服 有次逛商场 孩子要去游乐场玩 她直接给了孩子一巴掌 气得我当时直接报了警 现在居然给小三花那么多钱 狗男女怎么花的 怎么给我吐出来 回到家我打开抹辣 按这女的名字试着搜一下 居然搜到了 希希 谢谢宝贝送我的包 很喜欢 佩图是刚那个粉色歌曲包 过节就是要有仪式感呀 谢谢宝贝送给我的礼物 很喜欢 佩图正是她刚才带的那个链子 发威时间是当年的情人节 我把包跟链子截图 放某宝照片搜索一下 显示是古池中号新月造型女士 夜下包 官网价格一万七千 宝格力玫瑰金传奇镂空黑陶瓷项链 代购价格都要三万一千九百 一个包一个链子的价格 比我们娘撒一年生活费都高 现在还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我收起愤怒 从蛛丝马迹中 仔细寻找着其他线索 微博里面还有不少类似内容 我一截屏 并去公正处做了公正 根据我自学的法律知识 即便她确实出轨 也不可能让她净身出户 当然 对于她给小三买的这些奢侈品 我可以未经配偶同意擅自赠送给他人为由要求返还 不过小三用过的东西我才不想要 所以目前来看 除了恶心他们外 仿佛我也得不到太多好处 要想在离婚中利益最大化 我还是得尽快弄清她目前的财产情况 于是我将计就计在这件事上 故意激怒她 拨通电话 我直奔主题 你是不是出轨了 你神经病吧 疑神疑鬼的 果然死鸭子嘴硬 我调整下呼吸 进一步刺激她 你新欢是你家亲戚 看来进一步的刺激效果不错 那个平时熟悉的她 马上就出现了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不好好伺候我妈 居然跟踪我 看来我说对了 隔着电话连声音里都写满了无所谓 我就是出轨了 怎么着 不但无所谓 还有对我深深的鄙视 你看看你什么鬼样子 跟农村妇女有什么区别 我也毫不示弱 同样的笔事还给她 我是鬼妮 以为你是谁 你挣俩钱了不起 在这个城市 你挣那俩钱 也不比送卖卖的强多少 对她这个凤凰男来说 最受不了别人说她没本事 哈哈 是吗 老子今天就明确告诉你 我现在的存款有五百万 不过我一个子都不给你 听到她说 有五百万 不得不说 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我还怕不保险 于是更进一步刺激她 也进一步恶心她 你要是有五百万存款 猪都会飞 我要是没有五百万存款 我是狗娘 养得好 很好 打电话前 我将手机开启了自动录音功能 从上次的聊天我已经知道她有五百万存款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好事 她是做销售的 收入对我来说确实是个谜 这次要不是她自己说出来 我根本不知道有存款 除非她承认自己是狗娘养的 否则五百万存款的事应该是真的 除了存款 是否还有其他财产呢 为了收集证据 我认识了某律师 你又看手机 你就不能好好学学 怎么给我妈按摩吗 好几天没进家门的她 回来就是这么一句 仿佛出轨之事 她压根就没当成事 我也不应该把它当成事 见我没反应 她继续教训道 我妈刚恢复 你就不能好好伺候伺候吗 我依旧不说话 她不知道的是 我正在学法律知识 说完她连孩子都没看一眼 直接摔门而出 很好 终于可以好好学习了 开心 成绩出来了 你查了吗 正在我听课的时候 跟我一起考证的一个考友 发来了微信 他说的这个考试我很在意 投入了很大精力 也是我认为 有可能会改变命运的一个证书 我还没有查 你呢?通过了吗?赶紧查查吧 我没有过 听到考友的话 顿时心跳加速 怕希望再次落空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考了 我按照提示 哆哆嗦嗦地输入了准考证身份证 结果显示查无此人 十一月份的天气 一会功夫居然满头大汗 我一看 居然输成了孩子的身份 正好您好 我要接送孩子 我能晚点来早点回去吗? 这是我这些年来 照实体兼职工作问的最多的一句 从麦当劳 肯德基 德克 是必胜客的终点 公道 有钱人家的家教 我不知道做了多少份兼职 但我发现 不论我做多少份兼职 好像都不可能改变我的命运 毕竟都是拿宝贵的时间 换很少的金钱 廉价的劳动力 仅仅只能维持生存 终点工一个小时 平均只有十五块 并且没设保 后来做家教的收入确实不错 但毕竟不稳定 诸如此类的工作 并不能给我安全感 难道我命该如此吗? 直到有一天 我在网上看到下面这句话 我开始了疯狂地考证岁月命跟运就好比汽车跟马路 命就像汽车 而运就像马路 感谢写下这句话的朋友 看完我毛色顿开 从此开始了疯狂地考证 岁月的确如此 即便你是宝马奔驰 但是如果天天行驶在泥硬的小路上 可能也开不了多久就坏掉了 反之 即便你是奇瑞松花江之类的普通车 如果行驶在宽阔的大路上 结果应该也不会太差 是成为奔驰还是奇瑞 不是我们能选择的 但走在什么路上 往往却还是有机会选择的 感谢每一个曾经帮助过我的人 你们都是我的贵人 通过考试后 我立刻开始投简历 也不怕大家笑话 这份简历我已经准备了好几年 每通过一次考试拿到一个证书 我就在上面进行添加 现在我把这个证书放上去 它看起来至少有些沉甸甸了 很幸运 一周时间 我就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 并且对口的工作 找到新工作后的第二个月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主动提出离婚 毕竟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我再次试探性地跟老妈说道 妈 我要离婚 离吧 这次妈支持你 没想到这次老妈一口就同意了 以前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每次提离婚 我妈总是一脸担心 现在不一样了 我有工作了 又有她出轨的证据 她又是接连很多天没有回家 电话成了我跟她沟通的唯一方式 我做好准备 终于鼓足勇气打了这通电话 我们离婚吧 她语气中满是惊恶 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 对我斩钉截铁 没有一丝犹豫 她很快意识到我的坚定 故意挑衅 我偏不离呢 其实我也能猜到她的反应 但还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为什么她抬高声调 继续刺激 我离了去拿着免费保姆 她的回答彻底断送了我最后的一点念头 我已无任何留恋 那我诉讼离婚 哈哈 还诉讼离婚 你先想想你能不能请起律师吧 隔着电话 我都能猜到她此刻比讽的神态 她先说的不过瘾 继续补充 对了 今后别跟我要生活费了 老子不给了 周末我出去买菜 没想到她妈居然来了 隔着房道门 就听见她给孩子们洗脑 你看看你爸爸多辛苦 大周末的还要加班 你们一定要孝顺爸爸 我本以为医院会是最后一面 倒不是说她很快BBQ 而是我以为我会火速离婚 没想到又撑到了现在 只见她表现得很无所谓的样子 淡淡地说她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没什么大不了的 听了她的话 我居然很平静 见我没反应 她接着在那演戏 我儿子说这个婚她离定了 我心里想 明明是我提的离婚好吗 她一脸为我好 我如果不接受就是不识好歹 就是没良心的神态跟语气 我费很大功夫替你求情 她才同意不离婚都是女人 你说你现在这样的离婚了 怎么活 你这个年纪去哪再找个长期饭跳 也就我儿子刀子嘴豆腐心 有点脾气不正常吗 没脾气那还能是男人吗 她的洗脑套路我早就见识过了 给她老公洗脑 女人是花 男人得捧手 心疼着哄着给孩子洗脑 这个家的钱都是你爸爸挣的 你爸爸最辛苦 你爸爸才是这个家的大功臣 你们要孝顺爸爸 那你老公是不是男人 我仅仅一句话 就把老太太气得态度三百六十度大转弯 你后来她逢人就说我儿子儿媳妇要离婚了 简直可以说是奔走相告 院子里的大姐大妈阿姨 就连门口晒太阳的老头都不放过 有次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张姐 拽住我偷偷跟我说 你家老太太上次住院 应该只是胆结石 不是脑瘫吧 没想到今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去接孩子 看见我公公 也就是我婆婆口中被她调教得屁都不敢放的男人 居然跟一个阿姨在跳广场舞 这个时候她不应该再做饭吗 很好 看着此刻公公一脸享受的表情 还有这两天婆婆得意的神态 我甚至都可以想到她以后哭得有多惨 回到家 我现在网上诉讼庭台起诉了小三 同时提交了要求小三返还财产的起诉状 先等来的不是开庭 而是她的辱骂 你太卑鄙无耻了 偷偷跟踪我 现在还起诉别人 你要脸吗 你 我也以其人之道 还置其人之身 你TM想好了再说 到底是谁卑鄙无耻 谁不要脸呢 她果然还是不让我失望哟 长能耐了装不下去了吧 你听好了 那个家我一次都不会回了 我就是要把钱都花给别人 气死你 好 很好 这个案子居然很快就开庭了 对方缺席这场官司很迅速地就解决掉了 原因就在于我的录音 我要回了项链包 还有小三微博里发的所有的她送的礼物 当然我的目的并不在于此 而是通过这场官司坐实了她出轨的事实 三个月后 离婚案开庭如期而至 我作为原告 只有我自己到庭 对方来了三个人 他妈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 应该是律师 自从上次因为起诉小三 他就把我拉黑了 也再没见过他 所以他们后续地反应我并不知道 或许他找过我们 或许没有 因为我们对他们而言 本就不算什么 可此刻他跟他妈看我的眼神 跟不认识我一样也正常 他们眼中的 我永远是素面朝天不修蝙蝠 连眉毛都不会修一下的家庭主妇 也是那个永远最先起床 最后吃饭 最后睡觉 把自己熬成未病的黄脸婆 感谢单位对新入职员工 免费进行形体培训 形象设计 我现在不一样了 最起码看起来像一个职业女性 几天不见大便样 她不怀好意 连朝带讽地打量着我 仿佛我根本不配这样打扮一样 便样有什么用 看我就说她根本请不起律师她妈煽风点火地附和着他们 想得也不错 毕竟半年没给我生活费了 娘家不富裕 还带着俩孩子 没有饿死就不错了 没想到还能穿着体面的准时出现在法庭现场 我也搞不懂 明明是离婚纠纷 还要带着她妈来 也真是奇葩 她妈继续盯着我看 时不时跟她儿子 他们的律师还有法官故作插科打混撞 还是小瞧她了 不是打赢了那个返还财产的官司吗 法官 你说她这心思多孝顺老人 教育孩子 多关心老公不好吗 爱自作孽呀 她妈在法庭现场开启了洗脑做法模式 只不过还是无果 你谁呀 法官一句话打破了她的表演 我是原告的婆婆 她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法官瞥了她两眼 一脸嫌弃 那你也不能做被告席呀 是你儿子跟原告结的婚 又不是你跟原告结的婚 她是作为证人出庭的 对方律师赶紧上来解释 法官训斥道 证人 做证人席 在那处着干嘛 法官走完程序化的流程 就到了正式开庭环节 法官一脸平静 原告 先说一下你的诉讼请求跟起诉状主要内容 我心平气和 好的 法官 我的诉讼请求如下 亦要求离婚 二要求分割所有的夫妻共同财产 三要求两个孩子的抚养权规自己 我说完诉讼请求 又简单说了下起诉状主要内容 对方一脸不屑 对方律师也很自信 据我所知 原被告没有离婚的法定是由 被告不同意离婚 另外 原告是家庭主妇 没有工作 没有经济来源 根本不具备抚养能力 在此 我方当事人做销售 收入很不稳定 除了共同居住的这套房子外 并无其他共同财产 听到律师的答辩 他跟他妈很得意 我也很高兴 对方每一项答辩都在我意料之中 法官依然是一脸平静 原告 被告律师所说是否属实 我深吸一口气 言之凿凿 不属实 首先 我们感情早已破裂 数相亲结婚 婚前并无感情基础 婚后夫妻矛盾 婆媳矛盾层出不穷 并且被告出轨事实已被跪院 既有判决证实 被告不仅出轨 还与他人同居 在我提出离婚后 被告已半年 未尽任何家庭责任 也没给过我一分钱 我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他带着小三吃香喝辣 后来更是直接将我拉黑 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感情却已破裂 以上有录音 公正书等多份证据为证 其次 我有工作 并且有稳定的收入 完全具备抚养能力 并且被告脾气暴躁 有多次辱骂孩子的行为 不适合抚养孩子 再次 据我所知 被告名下有大额存款 听到我说有工作 对方三人皆瞪大眼睛盯着我 他更是表现出一个字都不信的诧异 什么? 你有工作? 不可能 他妈猙獰的老脸上堆满了笔试 哈哈 你说的工作难道是在麦当劳里当中点工? 他儿子更不是个东西 继续在旁边煽风点火 妈别瞎说 也有可能是在肯德基当中点工 哈哈 被告注意点 这里是法庭 不是菜市场 没等对方尽兴 法官就直接打断了关于工作的事 原告有什么要说的吗? 终于到这一刻了 我平住呼吸 让自己尽量保持平静 法官 我有一份证据要当庭出事 好 得到法官准许后 我把实习律师证啪的一声甩在了他们面前 那感觉比啪的一声打他左脸上那次爽太多了 他看到头像是我的实习律师证的那一刻 两只眼瞪得滚圆 跟安的假眼一样 你 你什么时候成了实习律师? 我不着痕迹地冷笑 您的经历都在小三身上 不知道也正常 我自学法律 经过三年终于通过了 被大家称为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 在一个贵人的帮助下 我不但收集了有效证据 还成功找到了愿意给我提供工作的律所 没想到成为实习律师后 第一个案子是给自己打的 果然知识就是力量 感谢培根 他满脸写满了问号 不可能 他天天除了某多就是某音 怎么可能转眼就成了律师 我满脸写满了爽 他妈满脸写满了哀声叹气 开心哪 一日敷七百日恩 妈对你怎么样 你也是知道的 能不知道吗 我上一秒假装堆满笑容吗 听我说 谢谢您乐下一秒变脸 没想到我这句话把书记员逗乐了 对方律师被震惊到了 这个场景估计他也没想到 好了好了 原告做律师的事不是本案争议焦点 原告接着往下说 我收拾收拾情绪 开始下面的硬仗 好的 法官 被告名下有大额存款 被告 原告说的是否属实 他死鸭子嘴硬不属实 我名下没钱 不信查我的银行卡 原告你是否有证据证明 被告名下有大额存款 有 于是我把之前的录音播放了一遍 哈哈 是吗 老子今天就明确告诉你 我现在的存款有五百万 不过我一个子都不给你 我要是没有五百万存款 我是狗娘养的 听到录音后 他跟他妈的脸比倾果还要亲 法官这次录音后 他一分钱没给过我们被告录音里的男人是你吗 是 听到他说是他的 律师无奈地看了一眼他 估计也只剩下无奈了 你还有其他要说的吗 法官大人 我真没有五百万呢 叫法官就行了好吧 法官 如果他承认他是狗娘养的 我也就不要求分割了 你如果不再证人席 估计他妈会冲上来打我一顿 关于离婚 法官调解了一次无果 最终判离 关于抚养权 两个孩子都说要跟我 关键是他也不想要 法官直接判给了我 他出抚养费 关于财产 他死活不承认有五百万 我本来已经默认他是狗娘养的这个事实 没想到后来他妈居然来我单位找我 说要起诉他儿子不赡养老人 看着气派的单位大厅 他妈两眼发光 仿佛还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自豪感 开心 你们单位真气派 妈替你高兴 不好意思 我妈不在这 我盯着电脑改文件 不想跟她多说一句对不起 我好歹是俩孩子的奶奶 她脸上堆满笑容 伸着头跟我道歉 真是讽刺 这么多年第一次听她说对不起 居然是离婚后 我漠然一笑 对不起的事不知道您做了多少对不起就别说了 虚情假意也好 真心实意也罢 此刻我都不需要 只有这句话是我想说的 只见她一副买不到后悔药的沮丧状 边摇头边叹气 她有钱给小三买车买房 没钱给我看病养老 我倒了八辈子没 生了这么个儿子 哎 没想到钱被拿去给小三买车买房了 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以我对老太太的了解 她应该不会傻到跑来找我这个钱儿媳 她看我没有反应还是刚才那副神情 继续补充 都是他们骗 说要给我生孙子 结果那女的说她根本不想生孩子 是个什么鬼 原来如此 怪不得死活不要孩子抚养权 原来是等着抱孙子 好说 我接着把小三再次起诉 没想到审理的法官就是当初审离婚案件的法官 开庭那天的情形也很魔幻 本来是原被告的关系 硬生生被凹出了一出粉丝见偶像的戏码 你真的是开心姐 小三看见我一脸谄媚一直叫姐对不起 我真不是你姐 我草草瞥了她一眼 轻痴一笑 姐 你现在变化太大了吧 她依然一副二百五的表情 没想到不过一个第三者以一副崇拜者的眼神看着我 这也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老太太居然愿意作为证人出席 更是我没想到的 看着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甭提有多痛快了 法官认定 未经配偶同意 对第三人赠予无效 我再次起诉她恶意转移婚内财产 法官最终认定她恶意转移财产的事实成立 最终房子车子都被拿去拍卖 大部分钱都归了我 至于她妈 我这次确实应该谢谢她 但也仅限于口头感谢 要不都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一出狗血剧就这样结束了 倒霉的时候喝口凉水都涩牙 运气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 自从打赢了离婚官司 我整个人都自信了起来 没想到刚正式做律师半年 就接到了一个大案子 我以前兼职做家教 认识的一个全职太太要离婚 是全职太太 不是家庭主妇那种 她老公是上市公司股东 身价过亿 我找了我的贵人 也是某律师 跟我一起合作 倒不是因为其他 而是确实专业 又不会因为我是新人看不起我 中午休息 浏览网页 满屏都是杨子琼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新闻 这一刻我居然落泪了 我想到了那句 你当象鸟飞往你的山 我把这句话当作了我的个性签名 晚上回到家 老大突然问我 妈妈 你爱过我爸爸吗? 我发现自己竟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很多人说婚姻都是一样 时间久了都是左手摸右手 很少听过例外 你所以为的真爱无敌 只不过是柴言有米 这些只能说明婚姻的平淡很正常 但如果一段婚姻让你觉得自己一次一次将要窒息的时候 是否还应该继续离婚? 到底是喜提单身 还是刮骨疗毒 其实都在于你自己内心强大 向阳而生 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一人独坐孤灯下 饮杯浊酒听往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孤灯伴长情 今天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要十块钱 我爸妈我赔钱货给我弟买五百的玩具 说买就买 我当场断绝关系后海外留学再次相见 殊不知我已成总裁 我冷笑一句话让他们当场滚蛋 班级要收班费 说是过元旦的时候 班级庆祝每个人交十块钱班费 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三块钱 还是之前给我弟买零食剩的钱 班级里的所有人都交了 班长走到我面前 周婷婷 你的班费呢? 你已经拖了好几天了 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买东西了 只剩下你一个人没交了 周围的同学都看过来 面带着嘲讽和讥笑起哄 周婷婷 你是不是没钱的话找你爸妈呀? 周婷婷 你不会连十块钱都没有吧? 哈哈哈哈 也太穷了 周婷婷 实在不行 我把钱借你 我的头不敢抬起来 生怕看到他们嘲讽的脸 我忘记拿了 班长十分不耐烦 放学之前给我 不然的话元旦大家都有得吃 你没有 我默默点头 婷婷 你要不要用我的电话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同桌有些小心地探过身来 生怕我会哭 连声音都很轻 或者我这里有多余的十块钱先借给你 你慢慢还我 我咬了咬唇 接过同桌递过来的手机 谢谢你爸妈的电话号码 我烂熟于心 先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 那边刚刚接通 喂 谁呀? 我急忙出声 妈 班里要班费 我找你爸要 我要给你弟做饭 电话被挂断 耳边只剩下嘟嘟嘟的声音 要不然你给你爸再打一个电话 同桌小声地说着 我点点头 拨下电话 手指不自觉地捏紧衣角 听到那边接起来的声音 我心惊胆战地出声 爸 班级要十块钱的班费 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 你可不可以十块钱? 那边的声音陡然变大 班级里顿时寂静无声 声音无限放大 赔钱货 你知不知道十块钱有多难挣? 一天天就知道花钱 以后还不是别人家的没钱 然后就听到他大声地说着 老板 这个五百块的遥控汽车我要了 爸 我企图将这十块钱的用途解释清楚 下一刻 耳旁就是清脆的挂断声 班级里寂静了几秒之后 爆发出巨大的笑声 周婷婷 你家也太穷了吧 十块钱都没有 赔钱货 周婷婷是个赔钱货 我忍着泪将手机还给同桌 谢谢你 然后我飞快跑出去 我从小就知道 比起我来 爸妈更爱弟弟 以前家里很穷 过年的时候才会买一只鸡回来 我吃不了辣 弟弟很喜欢 所以我家的鸡永远是辣的口味 我只能一边吃一边喝水 鸡腿和鸡翅永远是弟弟的 我实在是想吃 也只能得到鸡脖子和鸡屁股 如果再想吃 爸妈就会用筷子打我的手 十分不满 一个女孩子家家得这么馋 以后嫁去夫家也会被打回来 手背上很痛 我缩回手来 看着他们三个其乐融融地吃着 然后低头吃着自己的白米饭 好像自己和他们不是一家人 而我从来也没有感觉自己和他们是一家人 我的名字叫周婷婷 我对这个家唯一的贡献也只有这个名字而已 婷婷我一开始以为是爸妈希望生个女孩子婷婷玉立 后来我才知道是停止生女孩子的意思 好像吗? 在生弟弟之前 我过得还算勉强 爸爸虽然不亲近我 但我一直觉得他是爱我的 直到有一次我在门外听到爸妈的争吵声 都怪你的肚子不争气 生个赔钱货告诉你 再生不出来男孩我们就离婚 过晚瓢盆落地 噼里啪啦 然后是妈妈的祈求生不离 我有预感 这一胎一定是个男孩子 最好是他现在还小 再过几年能嫁人了 我警告你 趁早把他嫁出去 还能捞一笔彩礼 爸爸的话毫不遮掩 如他们所愿 妈妈怀的确实是一个男孩子 生下弟弟的那一天 我第一次看到爸妈脸上兴奋和幸福的笑容 太好了太好了 我都说了 这一胎一定是个男孩子 你还不信 现在相信了吧 妈妈炫耀地说着 爸爸一脸笑意 攻下身来不停地看着摇篮里的弟弟 声音温柔 是相信我 站在一旁看着摇篮里皱巴巴的弟弟 伸手想要摸一摸 这个出来世上的小生命 他 我的手被重重地打了一下 我爸的脸沉得不像话 女孩子摸什么摸 不吉利 出去 我是个女孩子 不吉利 弟弟起名字那天 爸爸开心地抱着弟弟 找了我们那里十里八村最有名的算命先生 一百块能买好几只过年吃的鸡 周棚大棚 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真好听 在算命的他们旁边有一个买冰机灵的奶奶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馋得流口水 奶奶 这个多少钱 奶奶 五毛 我转头小心地拽了拽爸爸的衣角 爸爸 我想吃这个 迎接我的是衣角 幼小的我躺在地上 肚子疼得像是针扎一样 无数个脚印踩在身上 赔钱货 看到什么都想买 馋嘴子 丢人现眼 给我回家那天的天气明明很好 我却觉得很老 奶奶急忙把我扶起来 一个冰激凌不至于 我送给孩子 说完 奶奶就拿出来一个满满当当的冰激凌 塞到我的手里 孩子 吃吧 还没等我咬下去 手中的冰激凌就飞出去 狠狠地塞进泥里 吃个屁 走廊上的人指着点点 你们看他的鞋都破成什么样子了 真丢人 我听说他家也不穷 之前家里还拆迁了 分了好几套房子呢 怎么穿成这样 不会有什么癖好吧 哈哈哈 还真的说不准 我跑到天台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 我家的确不穷了 在我读初二那年 家里拆迁赔了好多好多钱 还有几套房子 家里一夜暴富 那天 爸妈将爸爸的名字和弟弟的名字写在了所有的房产证上 还拿了一笔钱存起来 开心地说着这个钱留着以后给我们家蓬蓬读大学出国用 我听说现在都流行送孩子去国外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小心地走出去 爸妈学校说要订冬天的校服 我爸勃然大怒 拿着鞋子把我从房间里拎出来打 一边打一边骂 赔钱货 赔钱货 就知道花钱家里哪里那么多给你用的钱 一听说有钱了就要东西 是不是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看我不打死你 不是的 是 老实说还敢顶嘴 是不是 真是长大了 翅膀硬了 一句解释迎来得更重的打 我看着天台下的高空 身子在颤抖 我有恐高症 却在这一刻想着 如果我死了 他们会不会难过 会不会像电视里失去心爱的孩子那样 气不成声 不会的 脑子里却出来另一个声音 有那么一瞬间 我竟是分不清是我自己的声音 还是其他人的声音 我自嘲地站在原地 许久之后 身子瘫软无力 一点点顺着墙体滑落 对呀 他们怎么会难过呢 停停 我转身看着出现在门口的班主任 愣了一下 班主任气喘吁吁地爬上来 额头上全是汗 白皙的手心里全部都是铁锈 他一把将我拉过去 仔仔细细地看着我的周身上下 声音急促 你没事吧 我有些发症 李老师看到我没事 李老师方才缓缓坐下来 仿佛劫后余生 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虚余之后又抬起头来 他温热的手指钻住我的手指 十块钱老师已经帮你交过了 就说是你家长送过来的 别怕 我看着面前的李老师控制不住 眼泪不停地掉下来 却又不想让李老师看到我狼狈的模样 急忙擦着袖子 湿得一塌糊涂 呼的 李老师将我抱在怀里 伸手不停拍着我的后背 不哭不哭 我却哭得更大声了 李老师是我们这学期刚刚调来的新老师 因为年轻 大家都不服他管 甚至还有很多同学上课偷偷给他起外号 铁拐里 因为李老师的腿有点一瘸一拐的 我低头看着他满是铁锈的手心 还有都是汗的额头 不知道他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一楼爬到七楼的 坐在办公室 李老师将我的手一点点摊开 里面满是月牙形的伤口 是我刚刚自己掐的吗 我都不记得了 他仔细地帮我把伤口消毒 然后用纱布包扎起来 恨他们吗 李老师轻声问我 我迷茫地想着 我应该恨他们吗 自打出生起 爸妈就要我对他们感恩 你看看 要不是生了你 我们哪至于过成这个样子 你吃的 你喝得哪样 不花钱又买 你就是个无底洞 花多少钱都填不满 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债 小女孩家什么都不吃 怎么还想吃山珍海味不成 有本事你去外面找个有钱爹妈呀 得亏是我们善良 不然把你扔出去 野狗早就把你吃得干干净净 甚至在弟弟出生后 他们愈加要求 我对他们的施舍给予回报 我们养你这么大 少了你拿口吃的 你比你弟弟吃了那么多年饭 这些好吃的是他应得的 要不是你 我们家现在就能多存些钱 让你弟弟过得更好 你照顾他是应该的 周婷婷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我们哪里对不起你 让你照顾一会弟弟 他都能把膝盖磕了 桑门星 赔钱货 我知道我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负担 所以我一直用尽全力地在帮他们减轻负担 其他的小朋友有好吃的 纵使我再馋也不会再要 买的东西都是学校必须要买的 鞋子裤子衣服都已经穿了五六年 鞋底被磨薄 裤子和衣服都短了很多 他们不在的时候 都是我带弟弟出去玩 弟弟很调皮 想去拿别人家的东西 我不让 他就把我推倒自己去拿 一不小心摔倒 他却又哭得比谁还大声 我哄他换来的是爸妈的毒打 我不知道 我低头说着 李老师握住我的手 婷婷抬头 我抬起头来 李老师的目光坚定 像是有无数的亮光 婷婷有一种能够改变命运的方法 你想要吗 我看着李老师改变命运 许久之后 我红着眼重重点头 学习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让所有轻视你的人 统统都成为你的垫脚石 李老师的声音质地有声 好 我哽咽着回答 回到家里 已经开饭了 我仿佛是个透明人 他们三人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 蓬蓬 今天老师教了什么呀 和爸爸妈妈说 在电话里不耐烦的爸妈 慈爱得不得了 周蓬正在用手机打着游戏 听到两人的问话 一脸不耐烦 能不能不要说话 看不到我在玩游戏吗 随后就听到他死了的声音 他将手机一下子甩在桌子上 声音大吼 都怪你们 我死了 你们就高兴了吧 我爸妈急忙放下姿态哄着 好好好 都怪爸妈 都怪爸妈 死了不要紧 一会儿不是还能复活吗 两人急忙将好饭好菜 都送到他的面前 蓬蓬 这可是爸妈 今天去早市上 专门给你买的好排骨 吃一口吧 对对对 吃完了 玩爸给你买的那个玩具汽车 五百块呢 周蓬一脸嫌弃 现在谁还玩那个玩具汽车呀 我们班的同学都玩好几万的可以开的小汽车 说完 他就直接将碗扔到了地上 不吃了 难吃死了 碗碎了 里面满满当当的排骨 肉和米饭都掉了一地 蓬周蓬钻进了自己的房间里 看完了闹剧 我正要走回房间 一只手突然猛地抓住我的头发 你个赔钱货 你一回来 我们就家宅不宁 我疼得倒吸了一口气 爸 叫什么 叫你个扫把星 今天还想要钱 给我把地上打扫干净 不打扫干净 今天晚上就滚出去 后背上被重重踢了一脚 我的身子站不稳 直接扑在了碎瓷片上 手指上的剧烈疼痛让我痛叫出声 随即而来的是更重的一脚 叫什么叫擦破点皮 也叫听得人心烦 妈妈冷眼看着这一幕 直接将桌上所有带肉的菜端走 打扫完再上来吃饭 凭什么我忽然开口 这又不是我弄的 凭什么让我打扫 要打扫也是周蓬来打扫 两人同时愣住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强硬的开口 反了 你是个女孩子 天生就是干家务嫁人生孩子的 你弟弟以后可是有出息的 你不做谁做 我看你是要反了 拿扫把来 我妈拿来扫把 我爸打我 我蜷缩在地上 紧紧地将自己的头藏起来 痛着痛着也就不痛了 我想凭什么我是个女孩子就应该天生干家务 嫁人生孩子 我偏不信我天生就该将周蓬和他们踩在脚下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反抗 许是因为打过我了 所以剩下的家务就由我妈来做 我坐在房间里 小心翼翼地掀开身上的衣服 将藏起来的红花油拿出来 一点点涂抹在身上 然后打开尘封的小抽屉 抽屉里面是我曾经获得的奖状 一等奖 二等奖三 好学生 厚厚地一答 我曾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 证明自己可以比弟弟更优秀 爸妈就会更爱我一点 当我兴致勃勃地将奖状拿到爸妈的面前 爸妈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就直接不屑地将她扔到一旁 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没必要考这么好 最后还不是嫁人给人家当老婆 女孩子学习能有什么出息 要不是你哭得我心烦 在家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最好 然后他们又开心地逗着怀里的弟弟 我们家蓬蓬以后肯定很有出息 我们周家的荣誉就靠你了 在他们的眼里 我只是一个会嫁人的外人 就算拿再多的荣誉也没用 后来我开始不认真学习 考倒数 他们也丝毫不在乎 似乎这才是一个女孩子的常态 婷婷 其他人无法决定你的人生 你是你自己 你要为自己而活 我吸着气 拿出课本和作业 一点点从头开始学 既然高考和学习是改变人生的唯一途径 那我就算是拼了命也要努力 我开始早出晚归的学习 每天第一个去学校 最后一个回家 爸妈因为每天早上和晚上见不到我这个丧门星 心情似乎都好了很多 我以为只要我和他们不碰面 他们就不会想起我 可是我还是错了 弟弟因为在外面和别人打架受伤了 回到家来 爸妈在外面忙没有听到 哭得直接晕在了家门口 我回去的时候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听到 邻居阿姨说 他们在医院 我急忙赶过去 迎接我的是爸妈 将我拖进了消防通道的独大一个丧门星 扫把星 天天晚上不回家 要不是你不在家 你弟弟怎么可能晕过去的 怎么不是你 你怎么还不去 死贱人 天生的贱人 我痛得不停地叫着妈妈 怕我把医生护士招来 将从外面公厕里顺来的厕纸 塞进我的嘴里 叫什么 叫你是我们女儿 我们教训你是应该的 直到外面护士大声地喊着周鹏的家属 周鹏的家属在哪 两人方才匆匆地跑出去 吓得仿佛是要丢了命 在这 我儿子怎么了 我蜷缩在消防通道的地板上 冷冰冰的 没有丝毫的温度 这层的灯光似乎是坏了 没有一点光亮 我想 我的人生是不是也没有一点光亮了 黑暗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呢 我有点晕 我摸了下鼻子 又闻了闻 是血吗 我有些不确定 停停李老师跪在我的面前 不停地流着眼泪 然后用一瘸一拐的腿抱起我 朝着外面跑出去 医生 医生 我张开嘴想告诉李老师 李老师别抱我 我身上脏 你的腿不好 放下我吧 可是我做不到 我在病房醒来 身边只有李老师一个人 李老师看着我急忙站起身来 停停 你觉得怎么样 哪里不舒服 我想要撑着身子坐起来 李老师急忙阻止 停停 别动 你想要什么我帮你拿 我很抱歉 麻烦你了 李老师看着我 上前重重地抱着我 郑重地出声 停停 你愿不愿意和李老师一起生活 我证住了 李老师松开我 笑得很温柔 李老师这些年 一个人生活存了不少钱 养活我们两个 绰绰有余 我张口不想哭 眼泪却一点点掉落 李老师 我李老师说 别担心 所有的问题都由老师解决 你只需要回答 好不好 我的眼前迷蒙一片 我知道 我点头了 李老师出去两个小时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拿着我的户口本 还有我的衣服书本站在门口 温柔地牵起我的手走了 停停而走的时候 我爸妈没来 路过他们的病房 两人围在弟弟的身边 温柔得不得了 蓬蓬 饿不饿 爸妈给你买好吃的好不好 甚至在我出医院的那一刻 也未曾见到他们的身影 班级里的人不知道怎么知道 我被家里赶出来了 很多人对着我冷嘲热讽 周婷婷 你爸妈不要你了吧 周婷婷 你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就是为了住进李老师家 我不出生 只是低头学习 你们是不是闲得一个水瓶被狠狠起身抱着书跑出去 蒋正停下脚步来 不耐烦地转身看着我 叫什么 我有些不自然地把书拿起来 你的书 蒋正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我给你用你就用多什么话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就走了 我抱着书有些紧张地看着他的背影 回到教室 身旁的同桌探过头来 婷婷 你和蒋正是什么关系啊 他怎么给你书 我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这本书很贵 我没钱买 每天下了课我都去图书馆借来用 我好像在图书馆见过蒋正 所以他是故意的吗 我拿着手里的书 如获至宝 不停地看着 直到放学了 才依依不舍地将它放在蒋正的桌子上 到了图书馆 刚刚打开辅导书 一本书就直接飞了过来 掉在我的面前 我惊讶地抬起头来 是蒋正 蒋正一脸不耐烦 都说给你了 看到他要走 我急忙追出去 一把拉住他 蒋正 你等等 蒋正停下来看着我 我急忙掏着口袋 多少钱 我把钱给你 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递给蒋正 十分忐忑 这些够吗 蒋正看着我 脸上神情有些莫名 过了一会儿冲着我翻了个白眼 活该被人欺负 软包子 我 蒋正拎着我回了图书馆 你这些钱根本不够 要想给钱 还不如给我补课 他把自己的书包拎过来 坐在我旁边 我看着他的书包 也是男孩子样式的 他看着我 看着他的书包 直接坦言 我爸妈买的 他们喜欢男孩子 生不出来就折腾我 我正愣在原地看着他 他抬手敲了下我的脑袋 看我干嘛 看书 我低下头 手指拉紧他的书 然后伸手下去 轻轻握住他的手 他的身子僵硬在原地 许久之后嫌弃地将我的手扔开 娘们唧唧地 我没忍住笑出声来 李老师和其他老师都很照顾我 只要我有问题 可以随时敲开他们的房门 问题一开始还很不好意思 后面看着老师们开着门等 我就主动了很多 我找到了一个兼职 是蒋正介绍的 在一个咖啡店打工 店长姐姐也很好 怕我每天晚上回去不安全 都会一直等着我下班 客人不多的时候会让我趴在一边学习 距离高考还剩半年 我的危机感越来越重 恨不得每天都粘在桌椅上 将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兼职回去怕打扰李老师休息 我偷偷拿了个垫子 坐在楼梯间里 顶着手电筒学习 李老师发现之后 勒令我回去学习 说不会打扰到他 我和蒋正下了学 就直奔图书馆 他有不懂的我来教 如果我不懂就去找老师 时间过得很快 每天早上五点起背单词 背课文 上课疯狂刷题问题做笔记 我和蒋正经常看着晚上十一点的图书馆外月光笑出声来 停停 我们会在这淤泥中开出花的吧 蒋正看着我一脸认真 我重重点头 会 我的成绩也从班级的中下层 一点点上升 从年级一百名到八十名 六十名 五十名 最后变成前二十名 甚至有一次考到了班级第二 年级第八 在拿到成绩单的那一瞬间 周围同学都震惊极了 纷纷围过来 天哪 周婷婷你也太牛了吧 周婷婷 你是怎么做到的 自从我的成绩稳步上升之后 班里的同学都友善了许多 有很多不会的问题也会来问我 我有些羞难 还好 还不是人家努力 蒋正走到我旁边 十分骄傲地出声 我抬起头来 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怕不是抄的吧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来 我转过头 看着不远处的男孩子 他直直地盯着我 谋中满是不甘 以你之前的成绩 根本不可能考到这样 除了抄的 还能是什么 我没你再说一遍 蒋正直接走过去 一把拽住他的衣领 婷婷的努力 我们都有目共睹 你有证据吗 怎么嘴里一股脚气味 怎么以前你是第二 这次被我家婷婷挤下来不开心 男孩子被吓了一跳 使劲挣扎着 我说的都是实话 证据呢 我站起身来 说话的时候 眼眶忍不住通红 这不需要证据 男孩子大声说着 有本事让他再重新做一次这套题 把做题步骤也列出来 蒋正收紧了 捏住他衣领的手 就凭你 男孩子大声地吼着 你打我也没用 抄的就是抄的 怎么回事 李老师出现在门口 焦急地看着我们同学 看到李老师过来 急忙将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 李老师心疼地看着我 听听你觉得呢 我起身 我坐 我们打了个赌 如果我没有坐出来 就去广播站告诉全校人 我抄了 如果我坐出来 他就去广播站向我道歉 下午放学 全校的人都离开 只剩下了我们班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走上讲台 从一道题开始做 一直到最后一道题 甚至将我之前一不小心算错的题都做了出来 好了 我转身看着一脸欣慰的李老师和开心的蒋正 就麻烦李老师检查一下吧 李老师走上前来 不用检查了 在你做的过程中我已经看过了 都正确 蒋正已经率先一步走到男孩子的面前 明天等你的道歉 男孩子面色煞白 坐在座位上 死死地抓着手里的笔记本 李老师低头 满脸笑容地看着我 婷婷 你做得很好 我低头轻轻笑出声来 一切会越来越好的吧 距离高考三个月 咖啡店的老板拒绝了我在那里兼职 婷婷 你这样太辛苦了 好好读书 等你高考结束 姐这里等你 有什么困难和解说 好 我重重点头 留在咖啡厅的最后一天 我本以为会和往常一样度过 可是周鹏来了 周鹏带着他的一群狐鹏狗友 小小年纪身上就带着浓重的社会气息 今天你们随便点 我告诉你们 我那个赔钱货姐就在这里工作 今天我请你们 我急忙看着周鹏出生 周鹏 我没钱 周鹏一脸蔑视 谁信你天天在这里工作赚钱 连咖啡都买不起 骗谁呢 我告诉你 爸妈说了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你挣的钱也是给我花的 快点上咖啡 我没钱 我看着周鹏 即使我有也不会给你花 一群男孩子包围着他 笑着说周鹏 不是吧 你不是说你姐什么都给你买吗 对呀 周鹏 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装什么呢 走了走了 周鹏吹牛 我真的可以 周鹏一听他们要走 顿时急了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就直接冲进操作间 周婷婷 你快做 不做的话我打死你 我看着他 他以为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周婷婷吗 你出去这里是操作间 闲人免禁 看到他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我走过去直接打开门 你出去还是我请你出去 周鹏死死地看着我 你等着周婷婷 看到他们离开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将所有的东西收拾好 老板给我发消息说 等他一下 他马上回来送我 我急忙拒绝 我已经麻烦老板很多次了 我锁好店门 正要离开周婷婷 我转过身 就看到周婷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直直地朝我冲过来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急忙就要跑 周婷你要做什么 下一刻 周婷就直接将我拉住 他才五年级 因为家里营养过剩 已经长到了一米七 一百六十斤 他的面容凶狠 像是恨我入骨 都怪你 让我被同学嘲笑我杀了你 然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刀来救命 我吓坏了 拼命挣扎 大声呼喊 你还敢叫我杀了你 刀子入腹 巨大的疼痛让我的身体静挛 我的手拿起来 满手的血腥 周婷 我死死地拽着他的手 周婷咬着牙 一下子将我踢倒 又重重地在我的腹部扎了一刀 去死把你 然后他扬肠而去 血液鼓鼓地从腹部流出来 我拼命地爬起来 死死地捂着伤口 忍着巨大的疼痛 我捡起手机来 视线模糊 拨打着120 躺在地上 看着没有一颗星星的暗夜 我自嘲地想着 就算是我被杀了 爸妈应该也不会心疼我半分的吧 甚至他们还会拍手叫好 我是被120拉走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已经围了一圈人 医护人员将我抱起来的时候 我的身子不停地颤抖 疼停停 我想睁开眼 但是眼皮却像是和我作对一样 拼尽全力只睁开了一条缝 李老师 老板 我肯定吓到他们了 我又来医院了 说实话 这是我这辈子第二次来医院 上一次是周鹏生病 这一次是我自己睁开眼的时候 天花板白生生的 有点吓人 病房里面应该开了窗 有些许微风 停停停停 我睁眼看过去是李老师 蒋正和老板 他们说我抢救了五个小时才抢救过来 特别吓人 我看着他们 开玩笑 那我也是从鬼门关回来的人了 他们急忙让我呸呸呸 警察已经查过监控了 咖啡店门口的监控十分清晰 将周鹏的脸拍得清清楚楚 警察来找我做笔录 我也交代得清清楚楚 在周鹏被抓走的当天 我久违的爸妈上门 他们像是老了好几岁 从门外冲进来 一把拉住我 停停 你快告诉警察 你不是捧捧捧的 你快说呀 停停 我们家可就这么一个男孩子 你不会这么狠心吧 他可是你弟弟呀 我被他们咬得伤口很痛 想开口说话 刚一开口就忍不住歪到一旁拼命地呕吐 李老师冲进来吓坏了 急忙顺着我的气 手指都在抖 停停停 你没事吧 我给你叫医生来检查了 我躺在床上 被掀开猙獰的伤口 停停 你弟弟就是任性了一点 肯定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和你打打闹闹的 对呀对呀 停停 你不会亲眼看着你弟弟被抓走吧 停停 我们家对你也不错 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 你弟弟被带走 吃不饱穿不暖 多让人心疼啊 你们闭嘴 李老师愤怒开口 自从你们进来之后一直在关心你们的儿子 你们是眼瞎了吗 现在受伤的明明是婷婷 我第一次看到李老师发这么大的火 艰难地抬起手来握住她的手 李老师 李老师急忙低头 眼睛都是红的 婷婷是不是疼啊 我摇摇头 不疼 她又没死 好好痒痒不就好了 蓬蓬可是被抓走了 在里面多难受啊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 那是不是要真的死了才行 我指着伤口让他们看 你们看看 我差一点就死了 我以为我不会再难过了 可是声音还是哽咽了 凭什么明明是我快死了 他们却一心只关心周蓬 两人对上我的眼睛 眼神有点发虚 口中喃喃 那还不是没死吗 我笑出声来 笑得伤口都痛了 我告诉你们周蓬 我计较定了 你这个不孝女 老子打死你 两人被激怒 想上来打我 被李老师和医生拦住 医生叫了警务处 我别过头不想再看 警察告诉我 周蓬情节恶劣 毫不悔改 还扬言要出来再杀了我 但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不满十四周岁 不承担刑事责任 政府已经决定收容教养 两人接到结果 又找我闹了好多次 甚至还有一次 想将我从床上拖起来 去警察局 幸好李老师及时赶来 最后两人直言 再没有我这个女儿 婷婷是不是觉得人生好难 李老师给我削苹果 声音充满是心疼 我点头 嗯 好难好难啊 李老师站起身来 生怕压到我的伤口 小心翼翼地抱着我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老师给你讲个故事 故事的女主角 是一个农村的小女孩 她从小就喜欢读书 可是家里很穷 只够一个人读书 女孩子的爸爸妈妈 就将女孩子关在家里 让她的哥哥去读书 将她所有的学习用品 全部丢进河里 大冬天 她躺在冰冷的水里 将他们一本本捡回来 后来她感冒发烧了 也没人管她 趁着他们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跑去学校 趴在墙根下厅 有一天她一不小心被抓住了 一个老师通知了她的父母 她的父母生怕她 抢了她哥哥的专属权利 狠狠打断了她的腿 她的腿断了 他们不找医生 只找了一个乡下的赤脚医生的 接回去 治标不治本 她的腿还是瘸了 腿好了 她又去读书 被抓住的时候再挨打 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女老师 她带着她一起读书识字 供她读书一步一步 后来她考上了师范学校 做了一名女教师 李老师这个人 我不敢出声 李老师点头 笑着说 是我 我红着眼掉下泪来 我一直知道李老师心里埋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却没想到是这样 李老师替我擦干眼泪 红着眼 挺挺加油 高考剩余两个月 为了我 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架了一台手机给我直播 我坐在床上学习 坐累了就躺着学 可以站起来了就站起身学 病房的哥哥姐姐都很好看我学习辛苦 还给我送零食送水果 叮嘱我要好好休息 高考剩余一个月 我出院了 回到教室的那一天 课桌里满满的都是礼物 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学习分为一天比一天热烈 天不亮就到教室学习 今天早上背五十个单词 明天就一百个 一百五十个 二百个 做题的草稿纸费了一堆又一堆 用铅笔写了再擦 擦了再写 最后用蓝笔 再用红笔 老师们都恨不得长在班级里 一有时间就坐在班级里解答问题 茶漏不缺 在站高考前一天 蒋正抱着我紧张 都在跳脚了 停停 完了完了 我好紧张 万一明天我考杂了怎么办呢 呜呜呜 其他同学也愁眉苦脸 忧心忡忡 我笑出声来 轻轻摸着他头 才不会呢 你这么棒 李老师站上讲台看着我们 声音温和而有力量 同学们 明天就是高考了 老师本该说一些鼓励的话来激励你们 可是想了许久 却想不出什么鼓励的话 哎 果然过了这么多年 老师的语文还是不好 台下哄堂大笑 李老师也笑了 同学们 老师想说 你们所有的努力老师都看在眼里 三年寒窗终于迎来了属于你们的战场 在老师眼中 你们都是最棒的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你们满意的成绩 就把它当成一场寻常的考试 没什么大不了的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 你们的人生绚丽多姿 有无数种可能 无数种答案 现在 你们的人生即将由你们书写 老师就在这里等着你们凯旋 说到最后 李老师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 李老师就陪你们到这里了 所有的同学低着头 红着眼 眼泪一颗颗落下来 其他老师也相继一个个上台 就连平日里最为严厉的老师也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高考当天 学校订了大巴车 一车的送走所有的学子 提笔落字 保健出鞘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 等我睡醒 群里已经炸了 讲证的消息遍布了整个屏幕 啊啊啊啊 婷婷你太牛逼了 救命救命 我要没了 你怎么可以睡得这样 呜呜呜呜呜 我急忙点进消息 怎么了 这时还没等我回消息 接踵而来的是无数条祝贺消息 我猛在了原地 下一刻 房间的门被推开 李老师飞快地跑进来 一把将我抱在怀里 婷婷 恭喜你 我抬头抱着李老师 李老师 我 李老师抬起头来 眼泪在眼圈打转 恭喜婷婷 你是今年的理科状元 理科状元四个字狠狠地砸在我的脑袋上 我是不是听错了 蒋正也考到很好 他抱到了我的隔壁学校 上大学那天 李老师恨不得将所有的东西都买齐全 狠狠地塞进我的行李箱 婷婷去了北京 要好好读书 钱不够了 就和李老师说 李老师给你打 我拉着行李箱上前一步 紧紧抱着李老师 李老师 谢谢你 李老师笑着 你已经谢过了 说完就将我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拿起来 我们两个都笑出声来 在听到那对夫妻和他们儿子的消息 已经是我大二的时候 听说周鹏已经被放了出来 因为故意杀人的事情已经被学校劝退 夫妻两铁着脸去找其他学校入学 最后他们花了大把钱把周鹏塞进了私人学校 后来又听说周鹏上学跟一群不良学生混在一起打架斗殴 被抓走 大肆结束我公费留学 在外面见识了不一样的天地 导师想让我留下来 我微笑出声 老师 我永远热爱我的祖国 归国毕业无数的橄榄枝抛过来 我选择了一家暂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他们问我为什么选择他们 我说 因为你们一直在资助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读书的女孩子 自从上大学开始 我就在外面兼职 赚的钱只有很小一部分留下来用 其他的都用来资助 像我一样或者比我还要苦的女孩子 我想告诉他们 就算所有人都放弃了他 他也不要放弃自己 我相信这家公司会越来越好 工作五年 公司稳步发展 已经成为行业翘楚 我也从一个小小的职员到了副总周副总 外面有人找 听他们说是你爸妈 我走出去看着会客厅局促地坐着的两人 这么多年不见 他们老了沧桑了 刚刚五十岁 就像是七八十岁 刚刚靠近他们两人就急忙站起身来 停停 我看着他们公事公办 有话麻烦快说 我很忙 两人对视了一眼 一下子跪在我的面前 停停 以前是爸妈错了 你弟弟那个不争气的 把家里所有的家产都赌输了 还背着我们把房子拿去抵押贷款 现在银行来收房子 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就救我们赌博贷款 我冷漠地看着他们 所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两人激动地出声 停停 我们是你爸妈 你现在有权有势了 不能不养我们呢 爸妈这两个字多讽刺 我没有回答 拿起手机来 小刘 找警务处的 来 这里有人冒充我爸妈 我怀疑他们敲诈勒索 挂上电话 两人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挺挺你 我转身 不好意思 我还有会 先告辞了 你个贱蹄子 竟然敢这样和我们说话 我打死你个不孝女 后面的人疯狂扑过来 我转身一把抓住她的手 你以为我还是以前的那个周婷婷吗 对上他们的毛子 我笑着出声 你们的女儿已经死在了你们的手里 现在的人和你们无关 警务处的人过来 将两人拖下去 他们不甘心 满口乌言晦语 回到办公室 我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急忙站起身来 飞机场 李老师从里面走出来 我急忙跑过去一把将李老师抱在怀里 李老师 您怎么来了 你也不提前和我说 让我来接您 李老师笑着将手里拿着的东西提起来 给你一个惊喜啊 我低头 李老师的手里是一个大大的蛋糕 这可是我学了好久呢 刚刚做好 就给你送过来了 生日快乐 我的婷婷 蛋糕上面还写着字 涅槃重生